爱不分你我 爱没有界限 尊重与包容 了解而认同 重新发现新住民 欢迎收听 多元族群分享爱 好的 欢迎您继续回到今天的 多元族群分享爱 今天跟大家介绍的是 到中国大陆旅游的一些景点资讯 再一次欢迎我们今天的大来宾 可乐旅游苗栗门市的店长 谢淑芳 欢迎淑芳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淑芳 好淑芳 接下来这一段呢 来跟我们介绍 除了大朋友刚刚去走的一些 景色的行程之外啊 还有一些小朋友很喜欢去的 主题乐园 其实来到中国旅游的时候 也可以把它安排到你的行程里面哦 是的 没错 那最近最热门的 应该是属于上海迪士尼的部分 对对对 这个很夯啊 是是是是是 因为刚才已经讲过 大陆有个好处就是地大物博 所以它的土地够大 所以在这个上海迪士尼 当初在规划的时候 流的面积就够大 所以它有完整的 整个属于迪士尼乐园 所有的项目 嗯 熟方去过了吧 嗯 很抱歉还没有 是 可是跟其他地区的迪士尼比起来 例如香港 那来到上海的话 它一定就是更宽广 对不对 当然就是我们有很多客人去回来都说 走不完 简直是小屋比大屋 如果以香港来说 因为毕竟它就是 呃面积的部分就是比较大 然后另外就是因为迪士尼它有很多项目 对啊 包含像我们去迪士尼 呃它每个主题乐园 包含说鬼屋啦 小小世界啦 那它做得更加的完整 对 又有路上啊 又有海上啊 对对对对 没错 好那这个是小朋友都很喜欢的迪士尼乐园哦 那再来还有其他有关于动物的部分的一个主题乐园也是有的哦 对 旌旗还有最夯的一个就是属于长龙集团的一个它整个一系列的打造 呃那长龙集团的话 它有骗 几乎目前是在广东省的部分 那第一个就是最早成立的是在广州的长龙动物世界 那这个动物世界我去过 我觉得真的很值得带小朋友走 尤其寒暑假的时候 因为这个动物世界刚刚已经提过 呃大陆没有什么 就是就是地比较大 所以在做动物园的时候 它把这个规划做得很好 尤其野生动物园的部分 对 那野生动物园的部分 它把它呃 比如说像这个非洲 非洲地区 那它把长颈鹿啊 全部都放进去了 对 它做了一个很大的草原 所以我们游圆圆车走在里面的时候 当下会觉得真的自身在非洲的呃 呃世界一样 那野外的动物都是蛮很多 而且面积也很大 这个场景就营造的蛮逼真蛮写实的 是的 然后另外室内的部分呢 它还有着墨在熊猫馆 哦 还有白老虎的部分 大家很喜欢看的 是的 因为在这白老虎的话 就是属于比较珍稀的部分 那因为这个集团财力也够 所以它收集了很多珍稀意宝 在这边呃 展示给大家可以 小朋友可以观赏 这样子 是是是 这个是鼠方推荐的广州的长龙动物世界 哦 好 那再来还有其他的 比如说 想要玩这个海洋公园啊 水上乐园的部分 也是有推荐的地方哦 是的 那长龙它整个系列的话 它就是想打造一个完整的一个游乐世界 所以它各方面都有琢磨 那离我们台湾最近的就是珠海这个地方 那在珠海的对面 它呃成立了一个海洋公园 那这个海洋公园的话呃就是类似像一个主题乐园 再加一个大型的呃水生馆 水生馆 对 有点像我们肯定的水生馆 那我上次也有幸运位去考察 所以在这个水生馆里面 他们有做露营的活动 嗯 然后我们也是在里面睡帐篷 哦 就是跟海龟啊 跟这些鱼类也可以一起同眠一个晚上 那整个呃 呃圆区打造的呃 呃主题乐园 比如说它云霄飞车啦呃 呃自由落体这一块 嗯 也都做得非常的完整 嗯 就是可以玩到游乐设施 然后也可以欣赏到这一些动物的器官 是的 另外它还有就是呃主题馆的部分 比如说它的饭店 它就有分三个品项 嗯 它的饭店的话 第一个是横琴湾饭店 那它横琴湾饭店里面 本身就有一个水上乐园 嗯 所以在这边你如果选择横琴湾住宿的旅客 那里面的话就一个水上世界等着你 那另外一个就是企鹅酒店 那企鹅酒店的话 它里面也是以企鹅为主 嗯 所以它有特别做了一个企鹅馆 就是你可以跟企鹅一起吃早餐 哇 好特别 对 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以马戏团为主的饭店 那这个马戏团饭店 那旁边还做了一个剧场 嗯 那晚上的话 就有一些表演 对有一些法戏团的表演 好那就是听众朋友看你们的喜好跟需求 对啊 就可以来安排这样的主题 是的 那再来就是我们都知道中国地大物博嘛 所以它的这个气候变化也是蛮大的 在哈尔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比较特别的一个冰雪 对不对 是的 那这个是属于比较季节商品的部分 当然这个冰雪世界的话 在哈尔滨的部分 其实它在即使在夏天你也看得到冰雪 因为它做了一个室内的冰雪世界 只是这个冰雪大世界的话 我们是指户外 就是在大概12月 12月左右就会开幕 那它是有用雪雕跟冰雕的方式 来呈现这个东北大世界的部分 那这个的话我们还可以配合 呃走一些长白山啊 东北长白山来搭配的一起走 这样子 就除了安排这个主要景点之外 你还可以把附近的一些景区都安排进来 是的 嗯 好 那最后就来跟我们介绍有一些大型秀场的部分 因为大家到大陆也蛮喜欢看一些秀的表演哦 对 那在秀的部分的话 因为刚刚讲了 大陆就是很多除了地大 然后它人也多 所以一边秀场的话 它的人力比较充足的话 所以把这个秀场呈现的大概都是一些大型的部分 那应该大家最熟悉也可能也经常看到的就是属于印象系列 那这个印象系列是由张艺母导演指导的 也主导了几个大的秀 呃 例如说是最早是桂林的呃三姐的秀 那这个呃呃 桂林的话我们就可以搭配桂林山水假天下这个行程 这个行程 对 这个刘三姐的秀是属于张艺母第一个指导 嗯 那这个搭配我们桂林的山水把它组成一个行程 也是非常的丰富 嗯 很有代表性 是的 是 好 那其他的部分还有没有要补充的地方 那另外的话就是会再介绍一个 比如说我们如果刚才讲到印象的话 另外就是会想到印象西湖的部分 就会想到我们的江南的水箱 嗯 那另外也可以搭配我们上海迪士尼 哦 来走成一个江南的行程 也是呃 既有主题 嗯 又有个秀可以看 又可以看到景色 然后又看到水箱的风景 嗯 也是非常大家常常可以首选的行程 嗯 就是都一网打尽的啦 是的 对啊 想要看的想要玩的都感受到了 是 那另外还有属于在影视城的部分 呃也是属于江南的部分 他做了非常多的呃 影视城 因为就是在中国大陆 他们拍了比较多的古装剧 比如说三国演艺啊 对 对 然后以前大家比较耳熟能详什么 呃 那个周杰伦的呃拍的影片 嗯 几乎都在这个影城里面拍的 哦 影城里面取景 就可以来到这个影城去参观 是的 对 对 去朝圣的一种感觉啦 是的 今天T-Shine真的都是蛮丰富的耶 那就是刚刚淑方也建议嘛 大家就是看自己的行程去做安排 是 对 然后再交给你们专业的来帮大家规划 谢谢 好那今天节目的最后 我们邀请大家来玩 我爱新朋友LINE的互动游戏哦 今天节目当中 鼠方跟大家介绍很多这个 中国大陆的一些世界遗产 请你回答任何一个 我们今天介绍过的景点 好多哦 像刚刚万里长城啊 兵马俑啊 这些大家都可以来回答哦 那请把答案跟你的名字 用LINE传送到 CITYFM这个账号 就有机会可以获得 我们为大家准备的小礼物哦 那今天的节目也非常谢谢 可乐旅游苗栗门市的店长 谢淑芳 谢谢淑芳 谢谢大家的收听 多元族群分享爱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次见